下一個例題 跟剛才差不多 又是六歐姆跟三歐姆 不過剛才的練習是串聯 現在練習是病聯 因為是病聯的關係 所以算六歐姆會比較快 為什麼六歐姆比較快 因為便宜的時候電壓一樣 所以就已經知道六歐姆的電壓 有六歐姆的電阻 就容易算出六歐姆的電功率 而要算總就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算總電阻 病聯的總電阻稍微囉嗦 然後去算總電壓 再算總功率 不然你就要求出電流也可以 所以 公式病皮棒輸壓成一批 我們的六歐姆 因為六歐姆跟三歐姆病聯 所以電壓都一樣 接個六伏特 所以六歐姆就是六伏特 然後呢 電阻是六歐姆 公式就有了 到那邊帶就好了 到那邊帶 然後過一分鐘 六十秒 所以 V就是六伏特 R就是六歐姆 時間六十秒 往裡面塞 往裡面塞 好 六的平方 處理六再乘以六十 所以算出來就三百六十焦 所以 六五的每分鐘消耗電能三百六十焦 下一個叫做電池 電池是總 總功率 總功率要用總電壓總電流總電子氣球 那會是總 那會是總 但是呢 我現在為了故意讓你去練習 練習 因為總提供就是總消耗對不對 我剛才有算出六歐姆的消耗 頭裡會算出三歐姆的消耗 兩個家人就是所謂的總消耗 然後就會是總提供 我就可以這樣做 當然你可以用總電子去算 然後代金公司也可以做 方法很多種 我講過很多遍 那我現在是要你練習 所以我故意分開算加起來 比照剛才的方法 我去算出三歐姆的消耗 六歐姆的消耗 你再算應該是一秒鐘嘛 所以所謂的電功率 一秒 剛才是一分鐘 現在一秒鐘 然後所以我算出三歐姆一秒鐘的消耗 六歐姆一秒鐘的消耗 那叫總消耗 就是所謂的總提供 是 所以把它加起來就是18 所以總共一秒鐘消耗18焦耳 最好幾秒鐘提供18焦耳 所以電池就是提供18 你可以回去試看看 你用總電阻 並連了總電阻 六歐姆三歐姆 導數 相當的導數 去算總電阻 然後再代理Vivine幫處理R 乘以機去做 答案會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學做嘛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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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